You're a 案子室內的空間大概是 近期食品的空間 它是一個三代同堂之後會在一起的空間 兩位長輩 然後屋主跟三個小朋友這樣子 屋主在買預售屋的時候 就找我們做課便 就是現在看到的格局 就是我們幫他做的課便 然後跟建商去割出來的格局 之後是以毛胚的方式教務 然後我們開始做設計規劃到施工的部分 如果是預售的時候就來找我們做課便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先規劃平面圖 就是符合屋主的需求 就是請業主先設想一下 三年後他的需求等等之類的 這一些東西去做規劃 假設未來三年後教屋 就是有想要更動的話 我們比較有空間跟彈性去做更動 那在水電的費用 就不會去花這麼多的錢 這邊是一個兩戶打通的方形 屋主希望玄關比較有一個緩衝的感覺 然後也不要進來 直接去看到客餐廳屋內的狀況 所以我們進門的時候 幫他做了一個端井牆 然後端井牆上面可以放一些裝飾品 或者是依照節日做一些花卉的改變 旁邊四周就是櫃子 我們就是做成是鞋櫃、收納櫃跟屋衣� 因為屋主很喜歡一些食材的紋理 所以我們就是在穿鞋椅上面 是幫他使用大理石地板磁磚的紋理 封部的軟跟大理石的硬 去做一些搭配的感覺 比較不會這麼的冰冷 在從玄關進到客廳的地方 有一個鍍胎的拱門 就是我們想要做一個 讓他就是進來有一個過道 就是讓他回家有一個儀式感 這個屋主的背景 他本身是一位醫生 然後他這個空間設定 就是一個三代同堂的地方 寬闊度跟就是室外的view來說 就是會比住在市區舒服很多 所以他們把這邊設定成一個 就是可以大家過來聚會 或者是想要過來放鬆的時候的一個空間 所以宮領域的地方我們是把它就是做比較寬敞 就是開闊的感覺 南屋主想要有一點輕奢 就是看起來好像不要太樸素 那他太太就是比較想要低調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中間去把它做一個結合 空間上會加入一些金屬的元素 然後大理石的元素 跟一些石紋的材料的表現 然後去營造這樣子的風格 所以就是當初我們在幫他規劃電視牆的時候 我們就建議他可以使用食材 就是大理食材去做規劃 那他看完3D之後 他也蠻喜歡我們幫他搭配的色系 屋主的職業他也比較繁忙 那因為他比較沒有時間可以實際去食材廠 就是挑選食材 所以就是就交由我們去幫他直接做 挑選紋路跟色系這一些 那我去挑選完我也是直接拍照給他看 然後他看完也覺得OK 所以就圈圈交由我們去幫他處理這一塊食材的部分 餐桌的部分因為他們是三代同堂 所以當時就是希望餐桌是可以比較一個長的狀態 那我們就是在餐桌上面也建議他可以規劃吊燈 所以我們就是讓餐桌可以是這一個空間的比較重點 女屋主的部分就是他比較喜歡就是磁磚的地板 所以我們全市都是使用磁磚 就是完全沒有木地板 因為他覺得是比較好清潔這樣子 那房間因為他們還是喜歡看起來比較溫馨感 所以房間的磁磚我們就是幫他挑選以木紋磚去貼 所以我們全市就是以磁磚去做規劃 佛堂的空間就是我們有做一個架高的地板 那原因是因為屋主當初跟我們說這個空間主要是媽媽會使用 希望裡面是有一個佛堂茶室就是一樣可以泡茶聊天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是地板特別幫他做一個架高的動作 然後讓他也可以拜佛比較方便 那也做了一些櫃子 就是收納一些可能拜佛需要的物品 然後這邊的孝親房就是預設是給長輩休息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幫他規劃是兩張的單人床 然後就是有電視 那所以在一進門的地方我們就是有做了一個屏風 就是不會一進去好像就直接看到床 然後在孝親房裡面的廁所 其實我們就是有考慮到未來就是長輩可能 如果比較不便的話的需求 所以當初在課便的時候就是屋主就把浴缸先取消 然後加大淋浴間的空間 然後在淋浴間裡面就是有做一個座椅 就是未來就是爸媽可能可以坐著洗澡 比較方便也比較安全 然後或者是說有需要人家幫忙就是洗澡的時候 空間會比較大 然後地板我們都是選用止滑磚 就是預防就是長輩摔倒這樣子 另外一邊主臥室就是我們在床頭的地方 有幫他做了一個床頭櫃 就是在整體的規劃造型 我們在床頭是用比較深色一點點的木皮 然後去結合肚胎的飾條 然後去做一個讓它看起來比較沉穩 就是比較休息放鬆的一個空間 然後旁邊的櫃子裡面 我們有規劃了放保險箱的空間 拉門進去就是一個更衣室的空間 我們了解屋主對於家的期待 所以其實剛開始初期 我們都會跟屋主做比較密切的溝通 然後聆聽他們的需求 因為就是像我們做許多風格以來 都是為了符合屋主的性格 他的喜好 以及他的可能職業背景 使用需求 所以我們會去調整 每一個家不同的狀態 所以像我們的作品 可能會有不同風格的呈現 那像這個作品也是比較少 之前出現在我們的作品裡面 因為他想要走一個比較輕奢的路線 所以在這前期我們也是會跟屋主 就是討論比較多他的喜好 然後找一些圖片 然後跟他了解一下 就是他想要的感覺 在這個空間上 我們其實也加入了 我們很注重的家的溫柱 所以其實在挑選一些食材上面 我們還是會以比較很能暖色系為主 然後我們會去挑選比較暖一點 去搭配這樣子食材比較冰冷的感覺 或者是 繃布啊 木皮 軟件類的東西 讓他去平衡這樣子的 冰冷的食材感 可以讓整體家的溫度更明顯 就是我們想要傳達給屋主有回家的感覺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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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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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设计家主持人林奇威 热爱艺术时尚 在多国有力与令人陶醉的生活探索中 总能找到设计的纯粹 这次习惟来到云木缭绕的天然温泉区 会发掘什么样的顶级生活呢 嗨 正安 这个空间一走进来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放松 窗外一片绿蔭 整个进来呢 我觉得那个神经紧绷的情绪都没有了 所以当初男女屋主在找你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感觉呢 其实男女屋主 他们是一对很成功的企业家 他们希望有一个休闲度假的空间 其实这个空间是毛配屋 毛配屋的优点 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空间的规划 我们可以依照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个材质的运用 界线的搭配 包含我们的管线 所有的布局 都可以依照我们想要的位置去做配置 原本在规划上还有挑战在哪里 它原本的格局是什么样子呢 以这个评数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要达到一个完全度假会馆的效果 是有限的 所以我将卧房设计在左右两侧 减少了廊道的一个空间 可以分给宫旅域的空间使用 宫旅域尽量地放大之后 客厅跟书房之间做个回置动线 那在餐厅的部分也是做宽敞的一个空间 加重了会所的一个效果 我想夫妻的相处知道就是要这样子 有时候可以紧密地连在一起 很恩爱的时候 但是呢也要保有自己的各自的空间在里头 可是呢在我们看到客厅的地方 整个基本色调方面感觉很温润 客厅的壁面 你做了很多线条层次的变化 这个用意是什么呢 客厅是属于宫领域的一个主轴 电视墙的部分呢 我做了一个裸空的设计 我希望说这个空间不会过于压迫 沙发后面我们还配置一个钢琴摆设的空间 钢琴正面墙的部分呢 我们在右侧 其实它是通往主卧室的一个隐藏门 那我的两侧做了对称性造型的一个门片 其实也搭配了两个隐藏柜的使用 然后我们用了不同的一个木皮呈现它天然纹粒的颜色 去做区隔 这个空间感觉会更为立体 我可以想象这个画面 如果说男女主人就在这里上演一场电影的话 就是男主人一边阅读 然后呢女主人可以弹奏着悠扬的情声 感觉好浪漫哦 正安我们一走进这个餐厅的空间 我发现它是一个风格的串联 但是呢是不同层次的一个风格表现 像第一个吸引我注意的就是 这个降低的天花 而且它是一整排木质的风格去呈现 当初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 其实在天花板上面藏了一只大梁 所以我们用幼木的材质 去做一个大扑面的一个设计 它可以延伸出无限的一个气度的感觉 它的无限延伸 然后整个拉到这个灰烬的一个墙面 我一进来就被这个墙面给吸引 因为我看到的是客厅餐厅中导的一个反射 让整个客厅跟餐厅呈现的奢华感 全部都映在眼帘 对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鞋柜 那我们用灰烬的设计其实有无限延伸的感觉 然后加大了一个气度的感受 但是我另外一个注意到的就是 餐厅中导的正中央为什么有两个电磁炉 感觉就是像你在外面吃那种很有质感的小火锅店 然后那个餐厅的老板就在那边准备好了 然后就把火锅的料端到这里烹饪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啊 第一个我们将那个餐桌的部分做一个比较长形的一个设计 在这边我们可以当作吃火锅的一个空间 女主人在这边备餐 男主人坐在那边吃一些青食料理 那我觉得这个画面情境其实蛮温馨的 可是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吃火锅 会不会把这个餐厅中导的台面给弄脏了 因为这一块石头其实它是属于花钢岩的一个成分 所以它的硬度比较高 那也比较耐热 再来就是它也不容易吃色 所以说这部分的清洁保养维护啊会比较容易 正刚刚我看到这个餐厅的风格 它就是很高雅 线条很俐落 可是呢身为一个家庭主妇 请问我锅碗瓢盆要放哪里 其实我们这一整排啊 都是我们的收纳柜的功能 这边是电气柜还有收纳柜 那这边呢是我们的茶水柜 原来拉开就是它的茶水柜在里头啊 而且这个镜面的材质 你应该是特别挑选过的吧 对这个属于钢琴烤漆 有加银粉在里面 所以增加一点点质感跟奢化的效果 那正刚我看到 其实整个居家空间的风格 它是一个高雅的色系 香槟色 但是呢 我背后竟然出现了 红色柜体的厨房厨柜 怎么回事呢 我们女主人特别喜欢 这种红色的显眼颜色 所以我们将这个颜色搭配在厨房的一个空间 那我觉得它这个分贝比较高的颜色呢 可以拉伸了我们的一个视觉的效果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餐厅的设计 那卧房你会怎么规划呢 要不要带我去看看 好 请问请 女主人的一个房间 这里就是女主人的卧房了 看起来好优雅大方 而且这个空间非常的宽敞 这边主要的设计构想是什么 床头柜后面它是一个工作的书桌 那因为女主人她在工作上 会有一些文件跟资料 那我们在她的书桌后面 也设计一排文件柜 兼具了工作的一个空间 书桌跟床 我们做了一个光带的区分 那其实这个部分不仅是照明而已 它也是场域的一个空间划分 那也满足了她在工作上光线的运用 你这样的设计 让我觉得格外的放松 因为我刚刚就在想象 如果把更衣室放在床头柜的后面 我一进来就看到整面墙 我觉得会非常的压迫 但是你很巧妙的 就把这个更衣室关到这个地方来 变换了位置 让你一进来 我觉得动线非常的流畅 另外呢 正安在这个度假宅里头 你刚跟我讲有一个就是 很有看头 很重要的地方 完全属于女主人的区域 那到底是什么呢 她其实在卧室的后面 走 我带你去看 哇 这个就是这个度假宅的重头戏了 美人汤就在这里 正安 我觉得一进来这个汤屋 让我太惊艳了 在这个设计的构想方面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呢 汤屋的部分 因为泡汤的时候会有雾气的问题 所以我们规划成干区跟湿区的一个功能 那这一边门是做了一个区隔的作用 就是避免泡汤的湿漆会进到卧室里头 那在温泉汤屋的设计 像施工上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呢 汤屋的施工在防水部分 我们一定要做得非常扎实 那我是用不锈钢材 加上混泥土棺架 做了一些防水层的一个施工 这个效果其实可以让屋主非常的放心 不用担心到有漏水的这个状况 那另外我一进这个汤屋呢 就觉得这个气氛非常的高雅 我看到那个食材 觉得纹路好天然哦 这是什么食材啊 其实这个是属于进口的一个板岩瓷砖 那我学着它的纹路 特别的像石脉的一个效果 可以融入在这个汤屋的一个情境里面 所以男女屋主要非常的信任你 才可以把完整的规划全部交给你 你当初是用什么样的信念 来打动这对夫妻的呢 我觉得信任是很重要的 整个阶段 我们都会用LINE的方式传达给客户 屋主一直看着一步一步的成长 一直一步一步的完工 到还没完工的时候 他就一直赶我 问我什么时候 他可以搬进来住 一直非常的期待 那我觉得这是让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其实每一次看汤设计师设计的作品 总是细节里头藏了好多温度的巧思 不只涵盖了夫妻两个人 他们的生活习惯跟他们的思维 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成果 这样一个顶级现代度假宅 我们下期再见 就一直要切两桶 拿盘子去接 要拿盘子去接啊 啊 啊 真的 啊 啊 这是一个室内差不多35平 比较特别的它是一个顶楼的露台户 这次是跟屋主第七次合作 也是他们预计要退休的一个房子 我们放的元素基本上还是围绕着一个比较大气沉稳内敛 比较饭店式的这些方向去发想 第一个就是说要有酒吧 第一个就是说要有储物间 然后要有一个这个视听室 怎么在这空间里面去都满足这些要点 我们一直想要有一个空间 是可以展现出这种大气的 这一次刚好这个案件是有这样子的条件 空间够然后高度也够 所以刚好可以让总监安可以帮我们发挥出 可以我们一直想要的这种饭店宅的这种风格 一进来就可以有一种很舒服 然后好像回到一个饭店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做一个设计 通常都有一个设计概念去做发想 那这次的发想是瀑布 符合这个空间的一个整个概念跟印象 譬如说我们有方脸 那落地窗有很多白色床杀整个去延伸 就是有点从天际而下的感觉 加上这个酒柜总路云霄的感觉 其实在这个空间里面酒吧的位置很重要 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 一进门这个气场就是有点像那种 五星星饭店的酒吧一样 再加上是说我们上面用了有一些反射的材质 让整个酒吧就可以延伸到这个天际的一个感觉 他们平常是工作忙嘛 也没时间看电视 在外面就单纯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放松 是可以招待朋友的 外面为什么规划那么大的空间 其实他们就是平常会招待朋友嘛 比如说他们就是会吃饭啊聊天啊 还会玩桌游 所以他们这个空间必须大 或者是招待人数必须多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规划跟想法 搭发的配置主要就是 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数 比较方便聚会 所以是对座的一个状态 就比如说你吃东西啊聊天啊 就是面对面 我觉得会特别方便 厨房的规划 它本来是一个密闭式的 主要就是独立空间 那时候来看浅的时候 我们特别建议它说 它是可以变成开放式的 对整个他们的需求 譬如说大气度或开放度 或者是说我们视觉的延伸度 或者是说方便你之后聚会 跟空间的一个串联 因为有时候会到冰箱嘛 拿东西嘛 或是说在那边料理 料理之后也可以跟这个亲友互动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方式 酒柜的后方有设定市定室的这个空间 那时候设定就是说 市定室就是平时朋友来的时候 也可以融入这个开放空间里面 当它想变成私人空间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这个门拉上 然后变成说设定室跟主卧 它就是一个连贯的私人空间 当它需要开放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拉门打开 这边设定室是融入这个开放空间的 所以保持一贯弹性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 这次还有一个设计重点就是储物间 在这样的状态里面 我觉得要怎么产生一个储物间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 这个霸台后面有一个机灵空间 在这个双向回廊里面 创造一个储物间 那其实人人都需要一个储物间 尤其是说你经历了几次装修之后 你觉得有一个储物间是非常重要 那怎么把储物间巧妙隐藏在空间里面 不被发现 我觉得这就是在考验一个设计的一个工艺 这次设计就是我们采用的石皮 不管是客厅的地板 跟这个墙面 带有这种石材的感觉 甚至我们融入这个我们设计元素 瀑布的元素 我们需要一个比较有天然的一个材质 这次就选用这种仿石皮的这个建材 在这个试定室的时候 然后连接到这个主卧门片 当它开放式的时候 整个从这个客厅端去看入 有一种比较沉稳 比较神秘的这样的异象 他们的习惯就是主卧 就是一定要设置有这个书桌 就除了书桌 他们有更衣室 再加上有一个移动的电视墙 这个移动电视墙延续他们 上一间台北的这个住家的设计 这次很特别的就是 我延续这个 他们在台北房子 他们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就是移动电视墙 就是他们平常看电视 后面只可以做一些收纳 不会因为做电视墙浪费后面的空间 它是一个滑门式设计 然后后面的东西是很好收纳跟拿取 其实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跟他们沟通 我们只需要丢一些资料跟一些照片给他们 那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在第一次的讨论 把这些东西做出很多的感觉给我们做参考 其实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 就是当你大门一打开的时候 走进来走到玄关 然后看到你往那个吧台方向去看 看到那个你的酒柜 从上面的那个灰烬到你下来 然后有那种无限延伸的感觉 那种错觉有一种大气磅礴的感觉 那是我最喜欢的 就会觉得说回来有山水有石头 然后外面窗景又是大自然 就觉得说整个空间营造就是 一种李白的石的营造的一种山水气氛这样子 合作了那么多次 我觉得第七次其实大概 慢慢彼此有一些默契 施工品质或者说诚信这方面 他们也非常的信任 然后对我们设计也非常的认同 几乎每次设计就是 大概提案就等于定案了 在做这个行业之中 我觉得很难遇到的 这么多次的合作 那么多次的信任 或者是那么多次的去让他们觉得 达到满意的 我觉得这很难得 插起美学透过简约贴近自然的元素 来营造充满灵性与和谐感的空间 今天我们将透过三款 Wabi Sabi美学设计 贯穿您生活的各个层面 带来深层次的宁静与舒适 Wabi Sabi这个风格在这几年来讲 其实还蛮为流行的 那当然我们其实用的是一种 比较极简 比较质朴去做一些 视觉上面的一个传达 虽然空间小 可是空间带给人家是温暖的 是舒服的 那居住在里面 我想是很轻松的 其实公司领域是透过 两个模型的框体 去形塑整个空间的氛围 第一个公里域的部分来讲 等于是客厅跟房间门片的部分 包括年同厕所的这个壁面 我们用了一个罗马钢石 那罗马钢石这个颜色 其实是米色系 在色彩来讲的话 其实它是舒服的 是温暖的 是轻松的 我们用一个比较大块的一个拼贴 尽可能去减少接缝 这样子反而能够凸显墙面的干净 剩下另外一面靠窗的这个底墙 用了一种特殊漆 这整个摸字型 其实一直延伸到 主卧室跟次卧室 零窗面的墙壁之外 另外也到两边的这个床头背墙 那这个特殊漆 尽可能就是跟客厅的这个 罗马钢石的色阶 基本上是比较接近的 它就是有一种手作 跟一种深浅的一种自然美感 所以整个空间来讲 其实我们是透过两个材质 去做最主要的表现 电视墙的部分来说 其实我们一直去思考 是说 是不是要像一般来讲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 夸张的纹理 好的一个石材 甚至于什么 一定要V字型或是怎么样 这一次想要带到的是说 用一种很自然的石材的表情 那这个石头其实是火山石 整个火山石的这个天然大理石 其实基本上我们把它做了一种 石乘石的一个分割 那再透过它厚薄不一的一个进退面 去让它产生一些进退的一个阴影 跟自然的呈现这样子 客厅跟房间的部分 我们用木质的地板的这个温润的感觉 去带到整个空间 有了地壁的一个 比较深层的一个颜色以后 我们决定在天花板的部分 带一个温润的材质 就是我们把木皮贴在玄关处 跟参除区的一个天花板 让整个空间 色彩上面是温暖的 那也是协调的 那另外在书房的这个底墙的部分 我们也延续了一个木皮 那包含门片的部分来讲 我们用了竹编的网 基本上来讲 都是要传达一种 手工去制作的一种美感 那用这种比较 传统性的材料跟手艺 去传达空间上面的一个视觉 家具软件等等 我想在整个案子里面来讲 我们都是非常用心 而且非常的花时间去做选择 那包含上面的这个吊灯 我们也都是经过 特别的一个挑选 它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 让这两个场域都可以共同 去使用这样的一个光源 同时在整个工领域来说 这个灯反而是在空间里面 是一个亮点这样子 那包含餐厅的这个餐吊灯 我们也用了一个比较有一点 建筑与会的一个 餐吊灯的一个形式 然后一个圆形的拱形 那灯具是透过这个 长形的一个LED光源 去做一个反建造的方式 那又可以达到实质的照明效果 土窝跟室窝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把这个工领域 跟室领域的材质 透过这个特殊塗料去做延伸这样子 第一个我们把屏风拉得比较高 可是也让它没有顶到天花板 那第二个透过屏风的两侧 做了一个折角 在视觉上面的一个造型 也会比较显眼跟夸张 这个衣柜的材质的使用来讲 我们用的是一种系统柜的材料 我们选了一种 比较类似像亚麻布的一个纹理 主要也是希望透过这个系统柜 本身这个亚麻布的纹理 去产生一种比较舒服跟休闲的一个意向 其实我自己在造型也好 在立面上面的设计也好 我都喜欢很简单 可是这些简单的过程里面 其实藏了非常多的细节 看似简单 可是在施作的方式 它其实必须要思考的东西是更多的 在画面上要越简单 事实上它要收得越复杂 甚至于它要收得越俐落 又不会让你失去该有的生活机能 不管是收纳也好 储物的机能也好 透过我们简单的一些设计跟手法 可是又可以把机能的部分去做结合 那我想这个才是设计师要做到最重要的地方 那也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玄关当初的设计其实是希望进来就是走比较沉浸的感觉 因为那种沉浸的感觉在叉吉峰里是很重要的 在日本的叉吉的吊性里面 是从一进门开始就是比较沉的吊性 所以我们在选材的时候就针对这个特性去做选择 从地板的选择的磁砖 它是比较大块的磁砖 我们是做比较米色细带一点点灰的感觉 因为现在的磁砖的纹理性它做得非常的真 而且它可以呈现出那种很沉浸的石头的感觉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跟屋主做协调的时候 是跟他说我们怎么去呈现出石材的沉浸感 就是靠我们的玄关那个壁面做一个层次上的切割 所以我们拉了一个很大的沟缝 跟以往不太一样 因为以往沟缝是做大概一公分 我们这次拉到1.5公分 就是希望说那种感觉是跳脱以往都只是做一个造型 那我们利用这样大的沟缝去把那种框框的感觉整个都拉出来 它可以在那个玄关做一个停留 把那种沉浸的感觉带进来之后 回到家停留享受再踏到客厅里面来 就是我们那时候玄关的一个概念是这样子 当初屋主有跟我们说 他会在家里放一个手碟 其实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乐器 他敲出来的声音有点空灵感 那种灵性的感觉 其实是会让家会有另外一个沉浸的感觉 那再加上屋主说他还会放他的健身器材 那个划船机 他是比较原木打造的 非常的有质感 当我们是手碟跟划船机放在一起的时候 要怎么去呈现整个空间感觉不会觉得很违和 那一个是原木 那另外一个是比较金属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一次想到用叉浸风怎么去呈现这种 比较舒服空盈的感觉 因为乐土做起来的感觉太过于清水膜 它也不是我们想要呈现的叉浸风的感觉 往常大家看到的施满特 它都是一朵一朵的花 我们不要看到一朵一朵的花 其实在简单的叉浸风里 一朵一朵的花 它看起来就是眼花缭乱 它不够简单 那我们把那个花都去除掉 变成是很天然的文理性 去结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中导的大板砖 或者是玄关的那个磁砖的那种很细致的石头感觉 把它结合进去 让它整个搭配起来的时候都是米灰色 但是材质不一样色调不一样 它结合起来又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点 那时候有跟屋主做一个讨论说 如果我们从进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壁炉的感觉 其实是还蛮不错的 因为那种温馨感跟它想要营造的那种火的感觉 从一路门就可以看得到会还不错 可是从弧度要怎么去呈现它 就让它变成是把墙打开 翻出来 然后把壁炉去呈现 那这样子看起来会觉得是一个很自然 从山洞里面看到火 就会比较符合我们的叉集的概念 因为叉集是天然自然 怎么从天然自然看到火 然后做出一个翻页的感觉去呈现壁炉这样子 窗边的那个卧榻 其实它不算是卧榻 它比较像是我们业主她有做蛋糕啊甜点的 应该说她的乐趣跟她的兴趣 她那时候就说她觉得这个光影非常的漂亮 她觉得可以把蛋糕放在那边拍照啊什么都很好看 可是因为空间感其实不太空间不太够 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经过多次的散散进去 还是把它放进去做一个有点弧度造型的卧榻感觉 它实际上功能比较像是一个展示商品的那种概念可以做一个拍照 后方其实是我们男屋主主要的工作空间 整个隔间来说本来是希望是怎么通透感比较好的 所以一般都是直接加一个玻璃 可是玻璃它是有鳞有角直角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之后还觉得大一点圆弧的感觉 把它在透视进去会比较舒适一点 所以变成是说我们的书房的部分就是透过一个弯曲玻璃 然后再到书房 还蛮有趣就是女屋主会在那个卧榻去陪男屋主做工作 所以她就说那个她可以休息睡觉的地方 所以那卧榻坐比较深一点点 她可以外那边看书啊或是休息 所以那个卧榻看起来是比较像一个可以半休息的卧榻去这样 中岛就是一个家的中心 它也是整个家行动啊生活的中心都是在我们这个中岛区域 所以我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有跟男屋主做一个沟通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他们两个都可以使用 男屋主还喜欢泡咖啡啊泡茶 那女屋主会做甜点做蛋糕 所以我们在选择台面的时候 它必须是抗菌处理过的台面 那这边可以直接撒面粉啊做什么都是很OK的 叉吉峰没有展示柜 它必须是在墙壁里面的一个洞 它去展示它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在这一道墙特地去找出一个空间 变成是一个展示柜的概念 不是像一般的就是把柜子塞进去 是特别去挖一个洞 然后把成板做进去 然后把它的商品再把它摆进去 看起来就会比较像是叉吉峰的洞穴的概念 所以我们才会特别去营造说 既然是中岛然后后方就是它的展示柜 还打一点灯光 看起来是最温馨的地方 或是在这里 我们在卧室的地方是把地板换成是实木地板 它看起来会比较温暖一点点 然后在我们的壁面的部分 一样是热度 但是我的处理方式变得不太一样 我让纹理性稍微是比较普通一点点 让它纹理性稍微大一点点 再搭配我们的乳胶漆 那它看起来温度是稍微暖一些些 然后把系统柜的纹理拉大 变成是木头的元素比较多 所以它看起来的时候 就会比较有过世的感觉 就不会像传统的叉吉进去就是很空空荡荡 你觉得虽然那边好像要盖很多层面被那种概念 叉吉来说其实它没有这么适合到你一个屋主 那怎么样把这样的风格放到台湾人的生活感里面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可以维持一样的调性 把所有的生活感放到每一个风格里面 让每一个屋主住进去 他都是觉得很温暖很温馨的 我们这次想要打造的是一个很质朴很宁静的一个空间 我们希望把整个空间的表情尽量简化 在这个空间当中更专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屋主他们是一家四口 他们原本就住在这里 所以这间也算是一间旧屋翻新的一个案子 屋主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很温文如雅的 所以我希望把整个空间的调性做得很宁静 那他们整个生活的轨迹历经二十几年 有一些烙印在他们的生命情感当中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一些新旧之间的梳理 把一些旧的东西对于他们有意义的东西保留下来 重新改头换面更符合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它是一个楼中楼的格局 那原本的玄关的位置是一间佛堂 他们开启的方向跟他们鞋柜在使用 然后换拖鞋的时候其实是不是那么顺畅的 所以把原本佛堂的位置挪到了二楼的地方 把玄关的部分有一点做半遮掩 阳光洒进来的时候可以形成一个光影不同的表情变化 让它是既开放但是又有一个明显过渡空间的一个感觉 那除了进门的鞋柜之外 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回字型的衣帽间 可以大量的收拾他们的杂物 收纳一些他们可能外出服务 或者一些外出需要的东西 他们的生活特别是妈妈跟佛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希望在整个空间里面是营造出一个 达摩面壁的这个洞穴相似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这次使用很大量的矿物涂料 营造整个空间的氛围 不管是天花板还是壁面 就是希望让整个空间的表情能够一致而和谐 因为屋主在这里其实住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了许多的跟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 包含有些石木壁板 我们重新制作成一盏使用在餐厅的吊灯 然后他们的石木的扶手 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木头 而且它陪伴他们很久 上面都有岁月的痕迹 我们也是把它整个在保留 重新整理过 用不同的元素不同的细节 再把它重新安置回我们的楼梯上 沙发被抢的这个字画 当初是妈妈去求来的一个末宝 可是在长时间紫外线的破坏底下 它已经整个褪色的很严重 所以我们是先拍照拓映下来之后 再请艺术家一笔一笔的把这个东西复制回去 利用跟我们特殊涂料相同的材料 去把它做成跟墙壁一样的材质 有点像是我们在山壁岩洞中看到的一些佛经一样 它是自然的刻画在墙壁上的 像地板的大理石也是一样 我们把它重新整理过 因应我们新的格局变化 把周边的一些食材去做一个滚边 以及暗示性的玄关区域的这个设计手法 让整个空间看起来好像跟原本的很相似 但是又很和谐 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面貌 在餐厨区的部分 其实它们原本就是属于半开放式的厨房 原本是有设置拉门 可是它们的烹饪习惯已经逐渐转变成轻食 所以我们希望把整个餐厨区去扩大 把厨房跟餐厅整合在一起 并且在厨房上面我们做一个光摩天花 希望在这个洞穴的异象里面 有一个天光从上方的开口 撒落下来的这个感觉 我们也希望中导算是一个中介空间 它就像是一个石块树立在洞穴之中 接续着我们石木的餐桌 可以餐厅延续着厨房 以致到可以跟客厅有所互动 既能够感受到它是有区域的划分 但是整体又可以感受到 它是一整个空间的串联 它们原本的楼梯其实是 蛮现代的一个设计手法 可是它运用了一些玻璃金属的材质 不太适合它们现在的空间的调性 所以我们大量的保留原有结构 再利用涂料以及我们刻意去把结构 用不同的轴线去改变 让整个楼梯间是更简单 接续我们整个空间的一个表情 以及情绪变化 在廊道的末端 我们把这个端景操作一些变化 我们也用天光洒下来的一个异象 有一些间接照明 把它营造是一个 比较粗犷的岩壁的感觉 到了楼上这个空间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 这是一间艺廊 可以让他们展示他们的收藏品之外 它可以当作是女儿 她的一些摄影作品的一个展示 转过去逸廊之后 首先会看到我们的佛堂 主要是妈妈每天都会礼佛 我们形塑了一个被天地包围的一个样子 那从佛堂看出去 可以对应到我们客厅 整片落地窗的上窗的部分 那我们也利用弧形的光模天花 引到天光洒下来的感觉 希望在这空间当中 能够萎缩出一个天园地方 稳定的礼佛空间 在异郎的另外一侧边缘 我们做一个弧形的墙角 希望能够让整个视线以及动弦 是很顺畅的 从二楼的宫领域 引导到寺领域的部分 那在郎道的底端 一边是主卧室 一边是儿子的房间 原本主卧床头的后方是更衣室 那我们把更衣室 挪到靠近窗户的侧边 通往浴室的部分 让它在整个动线上面 更贴近它生活上面的习惯 那并且透过把床头往后挪 整个睡眠区域更大更安定 在主卧开窗的部分 原本它是一个大面的落地窗 那它就在卧室的床旁边 所以对于他们爸爸妈妈在休息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心理上的不安定感 所以我们把开窗开口刻意压缩 希望能够提供他们一个很稳定的休息空间 在主卧的部分 我们有刻意把空间压缩 释放了三分之一的空间 给儿子的房间 领域间它躲到侧边 营造一个像在洞穴里面 沐浴 栽戒 洗净身体的一个遗失感 原本其实是有一点杂乱的 也有很多闲置的空间没有使用到 改变最大的一点就是 安静的地方 很安静 你可以好好地去享受那个安静 可以专注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上面 我觉得最棒的就是 那个灵魂还在 尤其是那个字画 它延续了我对这个家的记忆 反而有一种想家的感觉 其实这个案子完成 心里是满满的感动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原本在客厅 有配置一个为了爸爸设置的电视 可是当他们真的住进来了之后 爸爸他不看电视了 爸爸说他觉得他在这里看电视 会破坏整个空间的氛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质上的 一个回馈 这整个设计所营造出来的氛围 是有实实在在打动他们的心 透过三款差级绷格的打造 居住环境不仅让人放松身心 还能激发内在的平静与安宁 为日常生活 注入更多美好与意义 本来到这里 找我 running 你的女朋友 你 recharge 我可以做任何旅行 你还不看到 我把自己的女朋友 你这么前面 你来看 我不会负责 我打算 我打算 我守前面 我打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